大家好 我是Jerry 我們今天呢 3月31號 那我們接受南台科技大學的學生邀請 我們要到前面我家巷口的那一家咖啡廳 我們去接受專訪 問一些共享機車的一些問題 我們去看看吧 Let's go 今天呢 就針對他們的問題呢 那我們待會就在旁邊呢 讓他們去做專訪 OK 現在是說 共享機車的前身 它就是所謂的共享單車 那單車跟機車最大的差異 就是說因為台南天氣會比較熱 那一般的話 如果你是騎單車的話 它就是很容易 人今天要出去了 然後找一台車 結果聽海聲大喊 那再來就是說 更知情的人會覺得說 那我幹嘛要去幫這個錢跟精神 去做一個共享單車 我去叫計程車就好了 可是有時候路程大概10分鐘到14分鐘的路程 計程車是非常貴的 它平均價錢可以大概300到4009元 可是如果你是用共享機車的話 如果15分鐘 大概超不到25分鐘 所以在比例非常大的原則 比例懸數非常大的原則以下 我還是會選出共享機車 那它帶給我方便就是 我只要找到車 那我隨行隨到 我的行蹤呢 或是我的路程呢 我可以隨時去做電話 而且台南市的話 因為它街道比較小 所以呢 共享機車是買到的 今天其實要去計程 那一天的計程費呢 下定計程 你可以試試看 可以嗎 看這樣子 跟那樣子 可是你們應該不會全部裡面都拿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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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在拍攝 是不是 對 就人的 跟我們進到 對 謝謝 拍照 對啊 還要拍照 我們剛剛已經訪問完了 幾年幾學生 大三 還畢業了 對啊